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清晨的温度还是非常的低 最低温像花莲的鲤鱼潭出现的低温是11.6度 好冷啊 好那但是其他地方整体来说 那么今天清晨的温度大概都可以回升到16-7度 好那逐步的回升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 对于今天天气状况的预测 北部地区云量稍微偏多 降业几率有20% 白天的温度是17-25度 中部地区也是多云 降业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20-26度 南部地区多云 降业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0-29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业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17-26度 那么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业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19-2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已经18度了 台中21度 台南高雄以及澎湖20度 那么现在最冷的地方是宜兰跟花莲 目前的温度是16度 台东19度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上个礼拜因为是耶稣受难日 所以欧美股市都是修饰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这个礼拜大家所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财报季开启了 这个礼拜包括了像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花旗银行 贝莱德银行 还有包括了这个PMC金融服务公司 都会公布财报 从这些财报里头 要一亏美国在第二季就上一季的表现 以及要去观察未来第二季可能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变化 等下我们会提到目前看起来 对于这一季还有上一季的经济数据 其实这些财报数字不是那么的乐观 另外礼拜三礼拜四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生产者物价指数 还有美国联准会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这些都会影响这个礼拜的市场走势 好那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公布了非农就业报告 这一份报告呢 里面显现出来的情境是 就业市场呢 看起来其实已经真的放缓了 而但是呢 这个劳工的薪资呢 还是在成长 所以更加的凸显出那一个 看起来经济成长放缓 甚至于有衰退的疑虑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却显现出来的是通膨问题 人就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三月份呢 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新增加的就业人数是 23万6千人 这比二月份的数字 明显的减少 所以就业人数减缓 但是呢 在这个时薪的部分 工资的部分 平均时薪 仍旧比二月份 月增0.3%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4.2% 这年增幅度 虽然比二月份的年增 4.6% 稍微的降低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的劳工 他的每一个礼拜的工时 减少了0.1个小时 那这边是用每个小时的工资来计算 那边是每个小时呢 每个 这个每一周的工时呢 减少0.1个小时 所以显现出来的是 劳工的平均薪资所得 可能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因为我虽然平均工时 平均每一个小时的薪资增加 但是我工作的时间减少了 好 这个是呈现出来的 薪水可能不增 反减 但是每个小时的薪资 工资水准 还是在增加 失业率3.5% 劳动参与率62.2% 好 这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 里面呢 呈现出来的是 经济衰退的隐忧 确实增加 而通膨的问题 依旧难见 那么事实上呢 鲍尔啊 他有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提出来 他最关心的 就联准会呢 现在最关心的衰退指标呢 是一种这个殖利率倒挂 我们一般在讲 殖利率倒挂的时候呢 是用两年期跟十年期的 公债殖利率 然后来观察殖利率倒挂 但是呢 美国联准会关注的是 三个月期国库券 跟18个月期的远期国库券 那么所产生出来的 这个殖利率的这个情况 结果现在呢 他们称之为叫做 鲍尔殖利率 而这个鲍尔殖利率呢 从去年11月 开始出现了殖利率倒挂 到现在呢 殖利率倒挂的情况 变得更加的严重 彼此之间的差距 高达170个基点 所以看起来 衰退的警铃是大响的 另外一个衰退隐忧呢 就来自于美国的放款紧缩 那么根据美国联准会呢 所公布的资料显示 截至3月29号 也就是上上个星期 为止的前两个星期 美国银行的放款幅度 减少了1050亿美元 这减少的幅度呢 是创下了1973年以来的 最大减少幅度 50年以来呢 这个信用紧缩 信贷紧缩的情况 是最为严峻的 而且呢 在过去3到3月29号 这一个礼拜呢 也呈现出来的是 美国商业银行 继续减少存款 647亿美金 是连续第10个星期减少 所以呢 这个放款减缓 这件事情呢 对美国的经济来说呢 确实也是雪上加霜 另外呢 就是这个礼拜即将要开跑的 美国的财报季 那么目前呢 根据Fact State 这个计算 数据公司的这个计算 分析评估 估计呢 在美国所公布的 今年第一季的财报 将会比去年同期 年减6.8% 那么会是连续两个季度呢 它的获利都是减少的 事实上标普500企业当中的 这500家公司呢 已经有106家 都已经宣布了 对于未来的这个财测呢 提出了负面指引 所以看起来呢 获利确实是不太妙 好 这些呢 都是属于在经济的压力的部分 另外呢 其实因为有经济衰退的压力 所以其实全球的粮食价格 已经连续12个月下跌了 那么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呢 他们所统计的食品价格指数 三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降到126.9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它已经是从去年的 三月的最高峰开始 就一路的每个月下降 每个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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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跟去年的三月相比呢 已经是减少了21% 所以粮食价格下跌的速度 其实非常的快 但是呢 这个数字仍旧是比两年前 同期的数字 要来的高很多 就它比2022年的三月呢 其实是有下滑的 但是呢 比2021年的三月 就明显的增加 而且增加的幅度呢 还是高出了四成 所以整体来说 粮食价格还是位居于高档 只是它回到了俄乌战争之前 可是呢 仍旧是跟2021年三月相比 其实是位居高档 而且呢 其实进一步的去追踪 各国粮食的衍生出来的食品价格 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往下修正 因为虽然粮食价格本身 黄豆小麦玉米价格下跌了 可是劳动成本增加了 运输成本增加了 处理成本增加了 所以呢 这使得消费者的感受上面 仍旧是没有太多的下跌的感受 还是认为居高不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呢 传出来美国商务部的官员 那么这个礼拜呢 将率团访问中国大陆 这里面的这个团员当中呢 包括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 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一鸣 不是雷蒙多本人啊 那么这个访问团呢 要去上海跟北京 最有可能的情况呢 是希望能够安排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访问中国大陆 但雷蒙多呢 他现在呢就即将访问的是欧洲 他希望能够呼吁呢 美国跟欧洲联手 对抗亚洲的这个半导体的影响力 他这里面呢 一方面说不能够依赖中国大陆 二方面呢 他特别说 美国九层的高阶晶片 都是向台湾购买 这是近乎危险的 绝非常久之际 所以呢 到欧洲这一行呢 其实也是希望 减少对于台湾的采购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他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第一季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呢 在这个礼拜 昨天呢公布 结果呢 显现出来的是 大幅度的反弹 这当然跟经济解封呢 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这个指数呢 一口气要升到89.3不但比去年第四季上升了1.3个百分点 同时呢 也已经是回到了2021年第四季以来的最高水准 所以呢显现出来的是解封之后呢 现在中小企业也感受到经济上面的回暖 不过呢大陆的这个这个电动车哦 他因为呢在去年底结束了他的新能源车的这些补助 所以呢今年以来 他的销售状况成长的幅度其实就受到了压抑 而另外呢 锂矿就电池所需要的锂矿呢 不断的开采 所以锂矿的价格呢 连续性的下跌 现在呢已经下跌到了 每公吨20人民币的保卫站 跟去年底最高的时候呢 一公吨60人民币相比呢 那么暴跌了超过六成 另外呢特斯拉总领宣布要在上海 新建除能的超级工厂 专门生产大型电池 预计明年第二季就投产 然后一年的产量上砍一万枚 马斯克那么就访问中国大陆 那明天今天呢就要到当地来视察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陆港股 在上个礼拜五 香港同样是因为耶稣受难日 所以呢修饰一天 但是上阵综合 入股是继续开盘的 上阵综合指数呢 上涨了15点 收盘指数3327点 涨幅0.45% 深圳城址上涨了101点 收盘指数是 11967点 涨幅0.86%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这个上个礼拜五是开高 不过收盘的时候呢 涨幅收链 最后呢就小涨了25点 收盘指数是15836点 涨幅0.16% 成交金额创下了兔年以来的次低水准 只有1756亿元 外资呢是转为买超 买超了12.5亿元 而投信小幅卖超了0.4亿元 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12.4亿元 ODC的部分呢也上涨了百分之0.39 好所以这个礼拜呢要观察的指标 一方面呢在周末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宣布又继续的环导三天的军事演习 这个军事演习就是8号9号10号到今天为止 那么这个演习所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 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消化上个礼拜 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 包括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报季展开 而台湾呢也要这个到明天4月10号呢 会公布三月份的上市贵公司的营收到 明天就完全的公布完毕 然后这个礼拜呢还有国安基金开会 是否退场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好另外在半导体的部分 SainSong三星呢在上个礼拜呢 公布了他们的第一季的初估财报 结果呢获利是锐减了百分之96 减少的幅度相当的大 其实就营收来讲啊 其实减少的幅度还没那么大 但获利呢衰退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外国媒体报道说 三星呢可能要宣布减产记忆体 三星没有公布说到底要减产多少 不过市场现在呢评估可能会减产 两成到三成 这对台湾其实记忆体相关的公司呢 对于稳定报价来讲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它对于细晶圆 就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使用上面呢 它就是属于负面的消息 事实上呢全球二月份的半导体销售 这个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了百分之二十点七 那这里面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 日本呢不减反增反而是小幅度的增加 百分之一点二 而中国大陆呢是衰退的幅度最大的 受到美国的牵制的影响 衰退幅度高达百分之三四 就连美国自己本身呢 也衰退了百分之十四点八 好这个事就全体而言 但是呢这个摩根斯坦里呢 他就认为台积电呢 这一季的业绩估计呢 会剂减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 而且会微幅的下调全年的财测 但是呢仍旧维持着 他的目标价七百元不变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MLCC现在已经寒涨 所以看起来呢 似乎这个清户存的情况 有了一定的进展 目前呢大陆的潮州三环 四月份呢开涨 所以呢就是显现出来的 这一个市场的供需状况 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平衡的情况 另外呢台股的这个统计显示 四月以来似乎呢 大户的人气增加了 四月以来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